《十三五》时期是上海发展历史进程当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 那么一个可以说最显著的标志 就是到去年底 也就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了 我们国际的经济中心 国际的金融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 国际航运中心 这四个中心基本建成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基本形成框架 可以说我们上海的城市的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跃上了一个新的大台阶 那么去年我们GDP在疫情严重冲击之下 仍然实现了1.7的正增长 达到了3.87万亿元人民币 那么拿全球金融中心来讲 那么我们全球金融中心的指数 国际上排名 去年上半年 我们超过了新加坡 排到了全世界的第四位 那么去年下半年 第28期排名的时候 我们又超过了日本东京 排在了美国纽约 英国伦敦之后 排到了全球第三位 那么去年我们全市的金融市场的交易总额 达到了2200多万亿元人民币 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